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都預期說安寅恩應該是會有一個相當的強勁的一個射門 結果呢他是騙倒的門將 用這一種勺子式的一個踢法來踢進這一個十二碼罰球呢 也讓台剛呢在這場比賽開賽第十二分鐘 先持得點率先攻破了台電的球門 好來到左路陳子貴左路傳錯位置不錯呀 中間這個頭槌可惜的陳昭安啊 其實台電剛剛已經有三名球員衝到禁區內要來搶點了 那昭安呢是離球最近的先蹭到了球 但是頂的稍微薄了一些些 台電的傳中頭槌 打到柱子 哇 那台電的今天我們看到在台剛的這樣的防守之下 其實要組織打擊到禁區內射門真的不容易喔 所以看最有威脅的都是幾次的編路傳中 剛剛是顏和聲的傳中喔 讓高偉傑來做一個頭槌的勾門 陳威仁把球頂了出來 看看安以恩 找迷修 哦 安以恩看起來又是這種以退為進喔 直接過來 殺到禁區內了 安以恩 橫傳 球進了 GO! 下半場開賽第十分鐘 姚克勤接引到安以恩的助攻 我這次 再次看到安以恩他的個人能力喔 今天台剛的兩個進球 雖然不是積在他的帳上 但是上半場製造了一個十二碼球 在剛剛在這個編路的一個快攻 擺脫掉了台電的防守球員 最後在禁區內依然是不貪攻 冷靜的橫傳交給呢 無人定防跟進的姚克棋啊 那如果說在 這邊馮少奇 過人之後中間有Marco 又是有點像第二個進球的味道 那佛少奇這球交給Marco沒有射門的角度 Marco擺脫了防守者之後 這一腳射門可惜 是直接一腳爆射 Marco Marco這邊單刀了 做橫轉 安以恩 左腳射門被擋出來 還有沒有 姚克棋 再一腳射門 再補就進了 Go Go 3比0 真的可以說這場比賽 這個進球 Kill the game 當然台電剛剛運氣也真的是不太好啊 最後呢其實姚克棋的這個射門 並不是很有威脅性 但是呢是打到李俊佳的腳 彈出來之後 反而給了Marco一個絕佳的射門位置 Marco又來了 這邊的一腳下踩 來電把球全力給拿下來 李建良趕快給球 崔玉婷 還是遭到對方人數優勢的一個夾擊 這時候裁判尤明遜 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最後男士台剛呢 上半場靠著Marco進球 同時下半場呢 沒開二度 擴大領先 最後呢就是以3比0 在主場完勝了台灣電力 cient價錢 游可 在主場完勝在 中uff How would you 很 backpack